本届广交会首期的线下展览聚焦先进制造 一批中国制造的黑科技新势力扎堆亮相 圈粉了不少境外的采购商 在之后的几周广交会还会有两个展期 203个国家和地区的12.5万个境外采购商预注册 相信中外客商都可以在广交会买到新衣的产品 实现互利共赢 广交会是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缩影 也是世界分享中国机遇的窗口 广交会常办常心 不仅展示出中国经济的活力与任性 更彰显出中国坚定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三百多项重要的改革举措 近期中国的多部门推出了一揽子的增量政策 释放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不久后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 昨天今年首列中欧班列进博号 也满载参展的产品抵达上海 中国的发展 世界的机遇 面向未来 我们将继续与国际社会 共享巨大市场潜力 蓬勃创新活力 强劲发展红利 以中国经济的确定性 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